上回书说到司徒王允在画阁之中,把貂蝉扶到座位之上,然后扑通一声跪在貂蝉面前,是纳头变败,貂蝉吓外了,马上站起来,就啪扶在地上。 大人,您,您何故如此啊? 貂蝉了,望你可怜大汉天下生灵,说到这儿,王司徒处到伤心之处,是泪如涌泉,就在这小小的画阁之内,司徒王允为了汉使天下跪在割迹貂蝉的面前。 貂蝉是不敢受礼,扶在地上,就跟趴在地上一样。 见王大人这么伤心痛苦。 大人,您不要这么悲痛。 我刚才一人说了,您有用我貂蝉之处,我万死不辞。 王允仍然是跪在地上,貂蝉儿啊。 国家不幸,大难当头,董卓专权。 汉使不跑,董卓怀窜逆之心。 上至天子,下至黎民,命若玄思,非你不能救。 朝中文物百官都无计可施,我借你一片为国之心,想出一条计策。 现在董卓专横,仗着他的义儿吕布。 吕布是永贯天下。 我王允,看董卓跟吕布父子二人都是好色之徒,我想用此连环计,把你先许吕布,后线董卓。 二啊,你要想尽一切办法,从中取变,离见他父子之间的感情,使他们反目成仇,让吕布杀了董卓,好重复汉使。 汉使的江山设计,这一切就仗着你了,不知二啊,你能否应允? 大人,切意许与大人,有用我之处,万死不辞。 就请您立即将窃献出,召集而行,我自有办法从中行使,大人放心。 刁铲啊,此事万万不能泄露出去,如果让董卓知道,我王家就灭门之后。 大人,您放心,切未报大人之恩,竭尽全力。 大人请起。 大人,您起来吧。 貂蝉,为天下万民,我再次拜谢。 说完之后,司徒王允才站起来,貂蝉见大人站起来,貂蝉才起身。 这就是司徒王允跟貂蝉,巧定连环计。 王允想把貂蝉先许给吕布,然后再按线董卓,使他们反目成仇。 这样,可以让吕布刺董卓,好按汉室天下。 三国演义这部书都说貂蝉,不知道姓什么,叫什么。 那么貂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本来这貂蝉呢,是汉朝初年,非常实兴的一种五官戴的帽子, 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名了。 有人说呢,貂蝉是有名有姓, 她的原型呢,就是山西文水县,姓人叫任鸿昌这个女子。 那至于是不是任鸿昌或者貂蝉有什么来历, 咱们就不用管她了。 总而言之,貂蝉这个女子为国而献身, 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。 爷儿俩订完了连环祭之后, 第二天,司徒王允就请来梁公巧匠, 为吕布打造了一顶金棺。 这个金棺呢,用以百颗明珠相铲, 就值了钱了,而且造得非常好看。 王允就派了个亲信, 把这顶金棺送到吕布的府中。 这个亲信把这金棺送到吕布手内, 吕布一看是非常爱。 太漂亮了。 亲信就跟吕布说, 温侯,当初您官拜温侯之时, 我家司徒大人就想打造这顶金棺给您送来。 可是这么大的明珠太难买了, 到现在百颗明珠已然够齐了, 所以打造好了金棺, 命小人给送来。 吕布看着金棺高兴, 感激司徒王允, 哎呀, 送这么好的金棺给我, 这样, 请你回去先替我道谢, 明天我一定过府登门拜谢。 好, 那么温侯我就告辞了。 司徒王允得到了回报, 马上在第二天命人准备好了美味佳肴, 下朝之后就专等吕布道府了, 家人传报, 吕将军到了。 王允亲自到门外迎接, 家人接过马来, 王允上前十里, 哎呀, 温侯之臣, 下官未曾远迎谢罪谢罪, 王司徒何必客气呢, 温侯请。 就这样, 王司徒陪着吕布吕奉献来到后堂, 两个人分兵主落座, 来上茶, 家人献上茶来了, 吕布抱权弘手, 司徒大人, 想我吕布也不过相辅一个小小的战将, 您是朝中大臣位列三公之之, 为何如此错爱我吕布啊? 温侯言之差矣, 我看方金天下, 只有温侯您才配英雄二字, 我敬将军可不是敬你的官职, 而是敬你之才。 温侯, 你夸下马, 掌中画感方天己, 天下地义, 谁能相比呀? 吕布一听这话是非常高兴, 这时会儿, 风风盛盛的家宴摆上了。 王允是一边敬酒, 一边劝酒, 又夸吕布, 又称赞懂太师之德, 吕布高兴, 是一杯接一杯。 就在这个时会儿, 王允突然间用手一指来呀, 换小姐出堂。 这句话吕布就一愣啊, 怎么, 换小姐出堂? 小姐, 那必然是司徒大人的千金之女呀。 一会儿的工夫就听见环佩叮当, 步履青青, 两名丫鬟后边进来一位女子。 这位女子一进来, 吕布的眼睛啪的一片就直了。 摇晃半天, 这眼神就回不来了。 怎么这位女子长得那么漂亮, 太美了。 这是月里嫦娥, 还是男天玉女呢? 貂蝉的美貌气质与众不同, 就是我们说书人也无法形容, 那真是淡淡桃花面, 轻轻扬柳腰, 朱唇一点貌多娇, 兴眼一瞟, 把人的真魂勾掉啊。 吕布大吃一惊, 不由的就站起身形。 眼睛他瞧着貂蝉, 他可问司徒王允。 司徒大人, 此女是何人? 哎呀, 温侯, 这是小女貂蝉。 温侯, 今日能到我家中, 如此看得起我王允, 既然把我王允当成至亲, 所以让小女出来与将军相见。 说到这儿, 王允又跟貂蝉说, 啊呀, 这就是你角莫大名的吕温侯吕将军, 快快过来见吕。 貂蝉两只眼睛看着吕布飘飘下拜, 拜见将军。 吕布呢, 也不知道是蝉腐好, 还是不蝉好, 弄得他不知所措。 啊啊啊, 小姐请免礼。 王允看着貂蝉, 啊呀, 还不给温侯敬酒吗? 是, 貂蝉拿起酒壶来, 给吕布满满的斟了一杯酒, 吕布这时候瞧着貂蝉就没错眼珠了。 貂蝉, 一边敬酒就跟吕布两个人眉来眼去。 王允看到心中, 明白了, 信说貂蝉行啊。 他假装喝醉了, 哎呀啊啊, 咱们全家今后就仰仗着吕温侯吕将军, 你可要要求将军多喝几杯。 吕布接这个机会就说, 啊, 既然如此, 小姐请坐。 貂蝉是真会来事儿了, 想坐又不坐, 不坐又想坐。 两只眼睛看看王允, 王允点了点头, 哎呀, 温侯是为父的好友, 你就坐吧, 无方式。 貂蝉就坐在司徒王允的旁边, 吕布看着貂蝉心中高兴, 是边吃边喝边喝边看, 这目光就没离开过貂蝉一步。 司徒王允一看实际道, 用手指着貂蝉就跟吕布说, 温侯, 我想把小女送予将军为妾, 不知温侯意下如何? 哎呀! 吕布一听这话真是喜出望外, 赶紧站起身形, 离开席位, 冲王允身识一礼, 岳父大人受小婿大离弃, 参拜。 今后大人用我吕布之处, 我当小船马之劳。 王允赶紧用手相掺, 温侯免礼。 我命人选择以极致良辰, 就将小女送到温侯府上。 吕布高兴极了, 这时候你再问他姓什么, 他都不知道了。 爱慕之情, 尽在眼底看着貂蝉, 貂蝉虽然不说话, 却已秋泼送情。 酒过三巡, 菜过五味, 习散了。 王允一看, 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, 站起身形, 问好。 本想请您留在府中住宿一夜, 怕董太师知道了疑心你我, 所以改日再请。 好, 那么小旭就告辞了。 王允就把吕布送出府门外, 吕布回府, 司徒王允回到家中。 过了几天, 王允上朝, 他一看吕布, 没在董卓的身边, 借这机会, 就跪在了董卓的面前, 这叫伏地相请。 太师, 我王允斗胆赶请太师到草舍赴宴, 不知太师君意如何。 哦, 董卓低头看了看司徒王允, 心说, 我身为掌朝太师, 王允没事, 他是不敢请我的。 好, 我正想摸摸文武大臣的心思, 我就到他府上去一趟, 看看王允找我要干什么。 好吧, 王司徒请起, 既然诚心约我, 明日赏武必到。 太师, 王允告退, 专后太师到府。 司徒王允回到家中, 马上就布置起来了, 府中挂起了彩灯, 就在客厅里, 预备好了锦段的漫杖, 正中给董卓设了一个宝座, 这座位上都铺的锦段, 非常的豪华, 而且地上满铺红栈, 厨房就预备好了, 那真是山中走寿, 云中宴, 陆地牛羊海底仙呢, 跟对付吕布就成人不同了。 第二天正午, 王允身穿巢服, 在府门外等候董卓, 董卓到了, 司徒王允跪拜, 董卓下马, 董卓一看王允身上穿着巢服, 非常得意, 因为那时候是有规矩的, 这衣服不能随便穿, 大臣身穿巢服, 只有面见皇上或者接驾入府的时候, 这两种场合才能穿。 董卓一看今天他穿巢服, 心中能不高兴吗? 董卓上哪儿, 他都带着一百名假士, 这一百名假士, 抓地一下, 就走进司徒王允的府上, 然后到客厅, 持即分裂两旁。 董卓有王允陪着, 来到客厅在正中落座, 王允重整衣冠, 再次跪倒在董卓面前, 王允拜见太师。 董卓用手一指, 来呀, 将司徒大人扶起, 赐奏, 谢太师。 司徒王允站起身形, 坐在了旁边陪着董卓, 有人献上茶来, 董卓一摆手, 王司徒, 你让老夫前来, 有何见教啊? 司徒王允是满面堆婚, 太师, 我想要太师盛德, 汉使天下, 如商德遗隐, 周德吕望啊。 王允话不多, 就这两句话说的董卓是心花怒放, 因为咱们前边说过, 隐隐是商朝的重臣, 吕望呢, 是周朝的开国元勋江上江子牙。 这两句话, 把董卓比成商之一隐, 周之吕望, 他能不爱听吗? 哎呀, 他仍过奖。 王允一看董卓高兴了, 立刻吩咐来, 白酒奏乐。 这酒宴是太丰盛了, 乐曲也非常好听, 司徒王允就陪着董卓饮酒, 那对董卓是恭敬一极了, 一直喝到了掌上灯光, 王允站起来, 太师, 若有兴致, 请入后堂再谈。 哦! 董卓若有所思, 看了看王允, 想起刚才王允说的那两句话, 心里明白, 因为董卓也是非常聪明。 好, 董卓用手一百, 吩咐这一百名甲氏, 而等退下堂去。 一百名甲氏退出去了, 董卓站起身形, 司徒大人投钱带路, 王允一听行啊, 刚才进门管我叫王司徒, 现在加上大人两个字了, 要门, 而且还退去了假事。 王允就陪着董卓来到了后堂, 后堂早已然准备好了, 后堂不是风风声声的酒席, 而且一桌很精致的戏点。 两个人入座品茶吃酒, 王允就捧起一桑酒, 敬给董卓。 太师, 我自有学习天文, 近日夜观天象, 我看汉家气数已尽, 太师功德, 赈于天下, 如同顺之授予, 与之济顺, 正和天意民心。 王允这几句话, 是冲着董卓心中所想而言。 王允说什么? 说我从小学习天文, 夜观天象, 汉朝要亡了, 你懂得的功德不与天象, 就如同顺, 让尾与语, 语又继承顺, 这是正和天意民心。 王允会说话呀, 既然跟貂蝉定下连环计, 他得千丝熟虑, 所以王允这两句话, 他不得罪人, 为什么? 因为相传顺, 是中国二十四孝之首, 顺呢, 接替了姚, 然后他主掌天下, 剪除四兄, 用大雨治水, 还选择各部落的人才, 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。 由于大雨治水, 雨的威望和权力就不断地增高了, 顺呢, 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雨。 雨建立了夏朝之后,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。 王允的意思是跟董卓说, 汉朝天下就如同顺, 你要是汉朝天下的大功臣, 又有功又有德, 汉天下可以学习顺, 让我一语, 把天下让给你董卓, 你董卓呢, 又可以继承汉史天下一统江山。 这话董卓能不爱听吗? 可是嘴里却说, 哎呀, 我董卓安敢忘, 九五之尊呢。 不, 太师, 自古以来是有道乏无道, 无德让有德呀, 汉天下让给您, 这并不过分哪。 司徒大人, 如果真向大人所言, 天命归我董卓, 我为天子, 你就是开国元勋。 司徒王允立刻起身跪倒在董卓面前, 谢万岁恩典。 好, 这就等于行了君臣大礼了。 王大人请起请起, 我董卓有一天面南北北称姑道寡, 你我共享荣华富贵。 王允占起身形, 让家人把听众所有的灯全都点着了, 厅里边特别亮。 太师, 您再次饮酒, 我家中有五计, 能不能赏光啊? 啊! 董卓听着高兴点了点头, 因为这样正对董卓的心思, 董卓喜欢歌舞。 好, 歌舞上来! 王允命人就在董卓的对面放下连笼, 在连累是女乐伴奏, 声管迪小, 声音嘹亮。 这时会儿音乐一起, 貂蝉神漫步走出,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 董卓一下都看晕了, 目不转睛地瞧着貂蝉, 心说我相府跟梅雾得有几千歌迹, 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人物啊。 貂蝉舞完了一曲, 董卓是拍一首称赞的, 好, 太美了, 太美呀, 美人, 来来来, 给老夫敬杯酒吧。 貂蝉蝉漫步轻盈走到董卓面前, 给太师珍酒, 董卓接过酒杯, 美人, 你青春几何呀, 见起年方二八, 哦呀, 秒灵少女神千中人。 司徒王允对付董卓, 可就跟对付吕布不一样了。 到底王允如何使用连环剂, 下回再说。 请不吝点赞,